大家好 如果你很眼力 看看後面十字架 耶穌基督 都要掛著我的口罩 你就知道 在這個武漢肺炎的情況下 肺炎當然要講 不過在武漢肺炎下 這個一哥PK等的十大廢話 我更加要講 我選了他在過去的區議會裏面 十句我認為 用肺來講話的廢話 在這個肺炎 這個環境都 挺適合的 第一句 排名不分先後 有多肺有多肺 你自己去決定 不過我認為在我心目中 這十句都應該是 聽來聽去都相當廢 第一句 他有議員問到他 7.21元朗 有兩個警察 那兩個警察 為什麼走到天橋 走回頭 為什麼不去現場 看看什麼環境 一哥就說 你知道這個一哥 雨不驚人 死不休 其實你看到他幾次的表現 他就跟元朗的江頭神探 真的有他 當然有他的下屬 你問我遲到 沒有戴標 那種 即是用一兩句 好像 我一兩句 但其實沒有實質 沒有解決 也沒有回答到人的問題 只是用一兩句 以為我夠精警 我夠口才 我夠反應 我就要求你了 但作為一個處長 就不應該這樣 所以他說 是啊 因為7.21可能 那兩個警察 就害怕 等於前幾天 在遮打花園 被人打到 撥濕頭的便衣 去到那裡 很危險 他就走回頭 這樣就回答完了 在議會裡面 區議會這次的所謂答辯 大家都看到 就不像立法會一樣 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是被雙方說的 那些區議員 你知道只有幾分鐘 他又要問 他又不問又不行 也要告訴他的選民 我現在正在跟著這個題目 講完都三分幾 每次四分鐘 只有幾十秒 給這句 最好就是這個一哥 他就覺得 對了 幾十秒 我就用一兩句來 耍了你 那你想一層 你警察如果覺得 前面你鎖著槍的警察 都說危險 那你就這樣走去就算了 那時候還沒拿OT 可能沒那麼多OT 那就不用開OT 隨暴安娘 你應該要 叫馬來 叫馬來就是白衣的人 警察應該增援 對嗎 就不會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 被那些白衣人無差別 這樣 所以第一句廢話 警察掉頭走 因為看到有 好 好有問題 前面可能很多人 隨時拼濕他的頭 那些警察 竟然一哥 處長可以夠膽死 說回我們粵語 長片 以為你看到 許紹雄 許冠文 嚇造警察 哇 好害怕 害怕到賴尿 躲在一邊的時候 哇 原來外面在那裡 你以為是劇情 原來真的 一哥都可以這麼說話 好了 第二句 這句真的是廢 有議員問 喂 一哥 前幾日 桂炳雄出獄 你知道的 桂炳雄 當時 真是 叱測一時 兼且 殺人 不眨眼 開槍 叮叮叮 AK47 跟你 對過 我想過 喂 當日 你拉桂炳雄 的時候 有沒有好像 拉現在那些年輕人 那樣 又找膝蓋 鱈頭 又找腳 搶這個 坐頸 手搶 又整條 腰 總之 就當你好像是一個 真是嚴重殺人 反得不如的人 敢拉 這個問題 確實是好的 這個廢話 第二句 他怎麼說 你不知道 首先 他要認威 當然 我也有份 桂炳雄 手師 他通常都是這樣的 其中另外 有一句 我沒有進去廢話 有議員問他 你又在北大還是清華 讀這麼多書 你是不是艷紅了 跟了共產黨 然後他們說 我又去過FBI 我又去過英國王家警察學院 難道我跟英美有關什麼 這些就是他這樣 桂炳雄我有份拉 你不用跟我說 桂炳雄拉他的時候 他沒有點來點去 你不是的 這句廢話 廢在哪裏 就是當你 現在我們議員問你 一個大賊 用真槍 打劫 雙擊無辜 雙擊無辜 你拘捕他的時候 你都知道他 他隨時有很多 潛伏 埋伏 搶犯 你現在說 拘捕了示威人士 又說搶犯 你不怕桂炳雄當時會搶犯 你拘捕他的時候 怎麼拘捕 而一個問題就是 相比較之下 年輕的示威者 沒有槍 被你拘捕的時候 他都不 就算是扔完 扔中氣油彈 他那時候 你兩個人看著他 踩他 你拘捕他 你拘捕了他 就拘捕他 為什麼會點來點去 因為你 猛地按他 打他 噓他 他便會點來點去 一個 所以這些廢話 議會裡沒辦法時間短 也就是議員 有些部分 老實說 就沒有他那麼厚硬 沒有他這麼說話的態度 我認為是完全 他覺得我講的就是聖經 就是真理 李桂秉航當時 很斯文地拘捕了他 現在問題就是 兩者的比較 那你為什麼 如果你斯斯文文 拘捕這班 你兩三個人 拉走一個年輕人 我想拘捕到了 就算你說不是 好像佔中的時候 四個人 抬走他 用不用 又吐 又撈 又搶 又渣 什麼都出齊 現在問題就是 在這種現代的 好像酷刑 漫青年代的酷刑一樣 所以第二句廢話 第三句 哈哈 有議員問他 喂 你買電槍 你說喂 電槍你說 殺傷力不大 一哥 不如你試一下自己 他這句 他這種人 你當他小學雞 就行了 小學雞聊天 哈哈 你搶了我的拆子膠嗎 我媽買了一個新的給我 這樣就走了 就是這樣 通常 他就說 喂 議員 如果買電槍 我就說要試一下 引入電槍要試一下的話 那我引入其他的槍 那我是不是要自己試一下槍 你聽起來 就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實議員問你 就是說 等於當年水炮車 你買了水炮車 你是不是帶一群議員 去到一個空地 用一個塑膠公仔 試一下這個水炮車的作用 是不是 議員是這樣提醒你 兼且這些電槍 你認為殺傷力低 就是說不會死人 槍是會死人 大哥 你找兩樣東西 根本是無來拉奸 以及不可以比較的東西來比較 不過聽起來好像 說完後面的藍絲 一個好東西 一個好東西 所以第三句廢話 就是剛才那些藍絲 他們現在幾次區議會都習慣了 有了人在公眾席 隨時都不知道會不會像孟晚舟在加拿大 一百五十元加紙 給年青人舉牌 支持孟晚舟 後來就死死死死 被人問問問 自己的良知 不想出賣 就直接跟記者說 我真的收了錢 那這班藍絲有沒有收錢 坐在公眾席 向一哥拍手掌 我不敢說 我沒有證據 但是一哥第四句廢話 跟這班人有關 很多記者 特別是昨天 這個時候是荃灣區議會 就拍照 拿著相機拍照那班 支持一哥 喂 大哥 一哥 你也是 你也是客人 你用不需要教主席做事 他說主席 公眾席裏面的人 被記者拍照 會不會侵犯私隱 這句廢話廢得厲害 為什麼廢話呢 第一 一哥你也懂法律 一哥當你 如果你那些警察 將那張記者的身份證 舉在鏡頭面前 連私隱專員都說有問題的時候 連你自己都說可以做得比較好些的時候 這些私隱是什麼 第一 第一 香港沒有肖像權 各位 拍了他的頭 哪怕我放上Facebook 沒有肖像權 不過 有私隱專員 公署你可以投訴 如果有人 他侵犯了 用了你的樣子 原來你是覺得 在法例下 你的私隱不能受到保障 因為拍了你的頭 可能甚至會誹謗你 被人覺得你是做了一些壞事 之而之類 絕對有私隱專員公司去投訴 絕對有民事訴訟你可以跟進 要不需要你一個教主席問他 他們這樣行不行 你自己都知道 私隱條例 雖然你是警隊 你是執行警隊條例 又不是私隱條例 但是這些這麼簡單的法律 ABC 你去過美國 英國 甚至北京等等各個國家的 著名學府之後得出的結果 如果是這樣 那就真的都 都幾廢話 好了 第五句 第五句 那些議員就問他 喂 你又是跟721有關 阿一哥 你的底細 原來過去被人拍到 跟那些黑幫大佬 好 等等 過重 甚密 你究竟 其實你 你貴為一哥 你怎樣回應 721 人家說黑警合作 其實你是不是在後面發功 那樣 人家就是問他 你跟那些人 社團 大佬 關係很好 好 大家要記住 特別是那些準備 營戰一哥 未上去 等著上那些區議會的區議員 你記住 一哥 你留意到他有個死穴 你會發覺 如果他有少少 覺得自己都不是好著 他是更加簡單的 答題目 跟著他一定會 一定會跟你打叉 叉去別處 這個是他的策略 所以你看到一打叉 你不要再說下去 行 這是我的主場 你停了 夠了 我再問下去 不要被他 殺了他 他的廢話說 喂 我跟鄺俊宇更熟 大哥 現在有人問你 你是不是跟黑幫大佬社團 阿哥很熟 你就說我跟鄺俊宇更熟 我告訴你跟你爸媽更熟 關我什麼事 我問你跟黑幫大佬熟不熟 我現在沒有問你跟泛民議員有多熟 你可能跟泛民議員很熟 但你竟然跟黑幫大佬更熟的話 我就告訴你跟民主派大佬熟 你也是有問題 所以你看到他的詭辯 和打叉 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中他 你一定要截他 不要讓他再說下去 這個又是 所以五句廢話 還有五句 不過跟大家溫一溫 讓你記得 721元朗兩個警察 前面很凶險 都是走人 出著一哥 第二句 拉桂炳熊 因為桂炳熊沒有點來點去 所以示威者點來點去 就要用酷刑 第三句 買電槍 不要試 因為難道你叫我買真槍 試真槍要試嗎 第四句 主席 那些人這樣拍照 有沒有侵犯到人家 私隱權 你做主席 你現在是警隊 你不是私隱專員公署 處長 第五句 我不回答 我跟黑幫大佬熟不熟 我總之我跟民主派熟 這樣去回答 第六句 第六句 他最喜歡說 這句 如果你有留意 他就用最多 一到差不多 說不定 譬如說 一些議員 一哥給你一張照片 你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看那些小朋友 那些老人家都在走 還在射催淚彈 他這些通常 沒什麼可以回答 不過他最喜歡用這句 大家看東西要看前文後理 前文後理要看清楚 就不可以一張半張照片 前文後理 就是一哥在武漢肺炎下 去區議會講的最大廢話 誰都知道前文後理 大佬一哥難道我從六月十二號開始 到現在一月二十三號 所有的東西都搬上來 逐一跟你說 沒有可能的 沒有一件事的前文後理 根本我們是沒有可能 立刻在短時間跟你談 不過 有些很重要關鍵 我現在就問你 議員就問你 那些人都在走 在散 你催淚彈是驅散人群 你正在散的時候 你還射催淚彈 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說 前文後理 大家要看前文後理 然後用中指指指下眼鏡 然後記者就拍到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手勢 身體語言 都告訴你 他就覺得我說的是真理 你這班人問問題是廢話 其實他第六句廢話就是這句 第七 第七也是很奇怪 當你聽到他 被人問到根本 很有問題 警察 如果大家覺得真的有問題 最重要是去投訴 沒有了 是呀 哥 又沒有號碼 又沒有委任證 我去哪裏投訴 我問你 他這就是兩件事 經常說 你們有什麽問題 最重要是我們有適當的機制 大家就可以去投訴 第一 沒有適當機制 第二 投訴無門 第三 看不到你的號碼兼委任證 但是他答完 當然好像答了 所以這句 第七句廢話 第八句廢話 這句好厲害 他說 喂 議員問他 唉 真是很少有人 一個好人 經常掛在口邊說自己是好人 那他爺餘一哥 那又是呀 通常好人 就不用告訴別人自己是好人 當然是一般的 誰是說我是好人 又或者真正愛國的人 不用整天掛在口邊說是愛國的 行為做出來 是不是 那接著一哥怎麼回答呢 這句廢話 喂 我是一個 因為那個議員就問你 你這樣其實是沒有政治觸覺的 你這樣講這些話 哪有人這樣 經常稱讚自己是好人的 沒有做錯事的 他說是呀 一哥說是呀 我沒有政治觸覺的 因為我是警察 哈 那 第八句廢話廢在哪裡呢 大家如果知道 警隊一哥 不是普通的警察那麼簡單 普通的警察 普通的公務員 是不需要中央任命的 香港有幾個重要的紀律部隊 的一哥 包括警隊署長 海關 入警署 是全部都要 以及廉政公署 專員 是要由中央任命 中央任命 中央任命 只有你 就是肩負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底下的警隊官員 是問責官員 你沒有政治觸覺 那就是 有政治觸覺 就不會藍水 射下去 回教子 清真子 要搞到林鄭 要親身拜訪 說抱歉 煞嵌 這些就是沒有政治觸覺的後果 不過如果真的沒有政治觸覺 都不用煞嵌 什麼煞嵌 我沒有政治觸覺 我什麼都會射 有東西我就射 有不對我認為是射 止暴制亂我就射 你夠膽繼續沒有政治觸覺 看看你上去習近平那裡 你那些一哥 嘩 說一說 對 突然想起 2019年一哥 貴為內地有個不知什麼的網站 他看扯其例 十一扯其例 那張照片 看著 是成為了2019年的網站 編為2019年年度大相 嘩 你作為一哥 對著五星期 我差點說了 清天白日滿地紅 我真的沒有政治觸覺 對不起 看著五星期 升期 或者扯其的時候 那種眼淚水汪汪的時候 你沒有政治觸覺 你對著五星期 就不知有多少政治觸覺 對著示威人士就沒有 我告訴你 第八句廢話 第九句 這句也是廢到不廢 他說 哇 即是那些人說到721 831 接著 遮打花園 這個是保皇黨議員 給他位上的 哎呀 一哥 你們真是辛苦 這六七個月 真是不眠不休 真是 見到你們真是很辛苦 真是 真是要給你們一個敬禮 差在未站起來 向一哥敬禮 這個議員 然後就 你看看 前幾天在遮打花園 各個便衣警察 被人打到頭部越流 真是很慘 接著一哥 第九句廢話 就是什麼 是啊 警察真是無時無刻 都是很危險的 這句真是 即是等於周星馳的台詞 差不多 喂 警察當然是無時無刻都危險 大哥 要不然你怎會這麼高薪 怎會那些 真是 我們又不是看少這個 偽進畢業生 老實說 不過偽進畢業生 在其他的行業入行 哪有入警隊這麼高的起點 所以你如你說警隊 這麼高薪的原因 你因為高薪 就是因為你工作危險 是啊 警隊真的無時無刻都很危險 你真的告訴我 拿OT很危險嗎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危險 你看看 現在很多人都說花園道 在這個 美國領事館下面 那個 自己自製的糧庭 坐在那裡 八個小時就收足八個小時 接著再開多三個小時OT 我又不覺得它時刻真的很危險 很多人都危險的 工作 搭棚都很危險的 一哥 你們是一份工 來的 第九句廢話 最後 排名不分先後 這句我認為很多人都覺得 可能是排名第一的廢話 話說在荷木樹的連儂牆 全灣區議會 那晚有人來搞事 我們黃絲守著連儂牆 藍絲走來搞事 又鐵通 又鐵鏟 又木棍 然後一哥 有議員叫警隊 有警察在場 然後警察說沒事 又走到一邊 好像看到又看不到 然後後來有人搏濕人 有人用鐵鏟去攻擊人 接著一哥說什麼 我們收到的訊息 我的伙計跟我說 我們當日看不到有攻擊性武器 停一停 大家想一想 什麼叫攻擊性武器 法庭判了 警隊拘捕那個浸會 學生會會長 還有幾個學生 腿袋有些什麼 觀聲筆 記不記得 觀聲筆都是攻擊性武器 跟著一哥說 那些鐵鏟都不是攻擊性武器 這是第十句廢話 他真的這麼說 鐵鏟不是攻擊性武器 鐵鏟是產物 不是攻擊性武器 觀聲筆 我們射眼 所以就是攻擊性武器 所以這些廢話 大家記住 他每一句說出來 當然筷子都不是攻擊性武器 有套片叫胡悅的故事 胡悅的故事其中有一幕 是用牙刷來殺人 牙刷 大佬 殺不殺到人 殺到的 什麼 當你大力去用 我這些筆 什麼都可以是攻擊性武器 你說鐵鏟不是攻擊性武器 所以呢 這個一哥 雨不驚人死不憂 在這個武漢肺炎的情況下 講出這十大廢話 唉 講到我的肺都頂 上氣不接下氣 新年來了 大家 最緊要 保住肺 不要被警察和一哥頂到你的肺 要跟他鬥長命 還有要跟他 在這些答辯當中 不要讓他玩得太盡 他根本就是小學雞玩東西 喜歡回你一兩句 就以為我就 就喊交喊贏你了 現在不是跟你喊交 一哥 叫你問責 叫你們警隊 不要警暴 我們要重整警隊 所以呢 我就六十歲來 我屬鼠 公祝大家鼠年 進步 身體健康 當然這些政治節目 我們當然要講幾句政治的 一些的願望 第一當然 整肅警隊 廢走一哥 讓他不要再用廢話 第二 立法會選舉 贏出過半 接著 林鄭下台 接著有個政改 好的政改 令我們看到真正有香港 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不過這個機會都不大 不大 不是表示我們沒有什麼期望 人最重要就是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明天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